今天讲第三节 希腊城邦的建立 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 希腊各地陆陆续续建立起了一些国家组织 这些希腊的国家组织规模都不大 多数是以一个城邦为中心 连带周边的农村地区 所以叫城邦 也就是城市与乡村的组合 即一城一邦 希腊语中的城邦叫Polis 它原意是堡垒 本来是在危难中避难用的地方 所以这个堡垒一般都坐落在高地上 最高的地方或者一个山丘 在最高的地方建立一个供奉神奇的庙宇 但一旦遭到入侵 还可以用作避难防御之用 然后在这个庙宇旁边就有魏城 就建有魏城 然后在这个堡垒之后 魏城后面周围就有农村的地区 然后就逐渐地建立起了一个政治组织 也就产生了这个国家组织 所以这个Polis也相当于是一个政治的概念 它在政治上是相当于是一个群体的独立和主权 以及这个群体的管理机构 管理机构 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家的概念 所以因此呢 英语中的一些单词 比如说政策 政治 这些词的词根呢 都是这个Polis 那么在希腊的早期 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 当时的希腊出现过两百多个这样的奴隶制城邦 著名的城邦有雅典 斯巴达 比比斯 科林斯 伊夫索 米利都等等这样一些 这些城邦呢 都具有小国寡名的特点 最小的城邦呢 大概只有一百多平方公里 几万人口 然后包括农村也只有 包括农村也只有几万人口 那么最大的城邦 比如说像雅典 斯巴达啊等等 它也不过有八千多平方公里的面积 几十万人口 所以我们说希腊的城邦 都是一些小国寡名的状态 下面呢 我们主要介绍两个城邦 一个呢是斯巴达 另外一个是雅典 首先我们看斯巴达 这个斯巴达城邦 斯巴达城邦呢 位于波罗本尼萨半岛的南端 那么它的文明的发展呢 是和雅典 以及其他的一些希腊城邦是不一样的 它没有沿着我们所熟悉的城邦民主制的道路向前发展 而是呢 它出现了寡头专制的政治体制 它的公民生活成军事化的特点 那么为什么它是一个军事化的国家呢 它首先呢 是靠农业立国 其次呢 它是靠征服了周围的邻邦 才建立起自己的国家的 其他的城邦为了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 一般呢 都向海外移民 而斯巴达很少向海外移民 那么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去攻打周围的这个邻邦 在打败了美塞尼亚人之后呢 它没有像其他的希腊人处理战俘的那样 就是一般呢 都是把战俘呢 卖到海外去当奴隶 但是斯巴达人没有这样 而是呢 他把这个这些战俘呢 继续留下来当做奴隶 为斯巴达人去耕种土地 为斯巴达人呢 提供他们所必须的粮食啊 其他的日用品啊等等 所以这样呢 就构成了斯巴达式的奴隶制 斯巴达整个城邦的土地是国有的 奴隶也是国有的 这个奴隶呢 也跟土地一样呢 平分到每个这个斯巴达的公民家里面 耕种这些土地的人呢 就是斯巴达的奴隶 当时他们也叫希洛特人 或者叫希洛人等等 所以全体的斯巴达人呢 都是奴隶组 然后斯巴达人在征服奴役这些奴隶的时候呢 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征服的这些奴隶的人数非常多 大概是这个奴隶的人数 10倍于斯巴达的公民人口的人 就公民的人数 这样面对一个庞大的奴隶的这个群体 他们要去能够去奴役他们 这个人口比例对斯巴达人是不利的 而且呢 他们征服的人本来也是邻邦 邻邦 他们也就不甘于被斯巴达人所统治 所以经常发动一些起义来反抗斯巴达人的统治 而斯巴达人呢 为了能够对奴隶有绝对的统治呢 就不断地强化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 所以整个的斯巴达呢 就变成了一个军营 一个军营 所以这个斯巴达城邦呢 也被称为是一个军事化的城邦 那它的具体表现呢 就是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就是所有的斯巴达人的生活呢 都要服从于军事化 都要服从于军事化 比如说人的出生 人的出生 他就要按照这个优生的这样一个标准 这个时候的优生啊 就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优生优育了 而是那种斯巴达式的比较残酷的那种政策 所有新出生的婴儿 都要经过斯巴达专门的官员来检查 只有健康的孩子 婴儿才能允许存活下来 能抚养长大 而那些先天雷落的 比如说早产儿啊等等 不太会哭的呀 哭声不响亮的那些孩子 就出生以后呢 就要被抛弃 因为他们长大以后 不可能成为健壮的斯巴达战士 所以他们是没有资格存活的 所以这个非常残酷 而这个男孩子 长到七岁以后呢 就要离开父母 就要开始过集体的生活 要进行一些军事的训练啊等等 十二岁以后呢 要接受更加严格的军事化的训练 军事化的训练 还有体育 就是那种体育的锻炼 要这个穿初步的衣服 吃横这个粗糙的 简陋的这个粮食 历经磨难 甚至呢 这个吃不饱 穿不暖 就是要让他们能够经得起各种磨难 还要学习各种这个格斗军事的这种本领 比如说要跑步 要会击剑 要会搏击 这个游泳等等 就是为了能够把年轻人呢 培养成为体格健壮的 能征善战的战士 这就也就是所谓的斯巴达式的这个教育 所以这些年轻人呢 到了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呢 就被训练成了合格的战士 开始服兵役 那么斯巴达人 男子 唯一的职业 就是打仗 就是去 就是当兵 就是战士 斯巴达城邦的妇女 也没有像希腊 其他的希腊城邦那样 地位低下 他们的妇女的地位 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由的 因为他们要把这些妇女 培养成 未来这个战士的母亲 未来战士的母亲 所以他们是 斯巴达是唯一的 比较重视妇女教育的 这个希腊城邦 因为他要教育妇女呢 一生都要为国家服务 所以这个小时候呢 就是也是要 经常接受体育锻炼啊等等 那么长大以后 有健康的身体 然后能够养育出健康的后代 等等 下面我们看一下 雅典城邦 就是我们一提到古代希腊 肯定都会想到 古代雅典的城邦民主制 那为什么雅典会走上 跟斯巴达不同的道路呢 它会走上民主制的道路 跟斯巴达不一样呢 这个也和它的建国方式有关 斯巴达是通过征服而建国的 而雅典呢 是在阿提卡半岛的部落 自愿联合而成的一个城邦 关于雅典的建国 也是有一则神话故事 即特修斯改革 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那个米罗斯王公的那位 这个杀死米罗陶洛斯 那个怪物的 那位英勇的王子特修斯 那么他返回 这个雅典之后呢 也就成了雅典的新的王 那么他非常有作为 他制定了雅典的第一步宪法 就把阿提卡的四个部落呢 联合起来 以雅典为中心进行管理 他建立了以雅典为中心的 一个公民权力的机构 并且呢 把雅典的公民呢 分为贵族 手工业者 农民三个等级 规定的只有贵族 能够担任公职 所以这样就确立了雅典的早期贵族统治 早期的贵族统治 所以特修斯呢 也被认为是雅典国家的奠基者 那么由于在雅典国家形成之初呢 是贵族掌握着权力 他也掌握着 就掌握着政治和经济的特权 而这样最后 后来呢 就导致了整个雅典城邦里面的贫富 分化比较严重 大量的农民破产负债 那么当这些负债的人 最后无力偿还债务的时候呢 他们就往往被变卖成为奴隶 沦为债务奴隶 所以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 雅典内部呢 充满着尖锐的贫富的对立 和这个社会矛盾 在这样的背景下呢 梭伦在公元前594年当选为执政官 他梭伦呢 是古代希腊七贤之一 就是古代希腊七位最伟大的人之一 他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被称为梭伦改革 而他改革的基点呢 是维护全社会的利益 力求稳健 那么他的改革的主要内容呢 是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颁布解副令 就是取消债务奴隶 规例呢雅典人不能把自己的同胞变为奴隶 那些被卖到外邦为奴的人呢 也由国家出资 俗买回来 第二个呢 就是不以出生 而以财产来划分等级 废除了之前 以出生来划等级的那个方式 他以把财 把那个雅典人按财产多少呢 分为四种 最有钱的前面两等人呢 是可以为官职 担任这个雅典的最高公职 这样呢就为那些富有的工商业者 能够进入到 这个最高的权力机构铺平的道路 第三个呢 就是恢复公民大会 并且设立了四百人会议 公民大会呢 是作为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 但是这边这个公民大会呢 不能经常开 所以呢 又选出四百人 组成四百人会议 这样相当于是一个常设的机构 那么这四百人呢 就是从四个部落里面 各选一百人 组成一个常设的机构 能够当选这四百人会议的人呢 是要有一定的财产资格 大概在第三等以上 就是在第三等以上就可以担任 这样就打破了贵族对权力的垄断 为雅典的民主政治呢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当然还还进行了一些经济的改革 所以梭伦的这场改革 为雅典的民主政治提供了一个基础 可以说雅典的民主政治 在这时呢 已经出入端倪 公元前508年 代表着新兴力量的克里斯蒂尼 登上了雅典政治的舞台 他呢针对苏伦改革中 一些有所保留的地方 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 可以说彻底的摧毁了 残存的世俗秩序 他的具体的措施呢 首先是设立了十个区域性的部落 取代了四个传统的血缘部落 他按照地域呢 把全国分为十个地区 这个每个地区呢 都包括山地平原和海岸 那么在每个地区里面呢 选出50人 一共就是有500人 十个地区就500人 所以就设立一个500人会议 就取代了以前的400人会议 当选为500人会议的人呢 是没有财产资格的限制的 这样就吸收了全体公民 都能够来参政议政了 这个比苏伦时期的400人会议呢 就更加民主 第三个办法呢 是实行了逃遍放逐法 为了避免雅典呢 出现一些这个野心家 所以呢 他在每年的春季的公民大会上 雅典人都会把 那些可能会危及到 民主政治的那些野心家们的名字呢 刻在桃片上 就这样一个桃片 然后进行投票 如果在公民大会上呢 某一个人被大多数的公民投票 认为他是一个野心家 他可能对雅典的民主政治带来危害 所以这个人呢 就要被放逐到海外 十年之内呢 不能返回雅典 这样就杜绝了隐患 那么这些办法呢 都使得雅典的民主政治 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可以说特里斯汀尼的改革 为雅典政治的民主化奠定了基础 雅典民主政治 从此进入了成熟的阶段 之后雅典也进入了一个世纪的繁荣